俗哥说电影,不知道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韩国的恐怖片《黑丝禁》 影片一开场介绍说,世界上存在着十二动恶灵 而其中一个恶灵最近在韩国的首尔出现 受强威十字会的指派,神父带着驻守到韩国驱魔 按照驱魔的程序,神父首先把附在人身上的恶灵驱赶到了一头小香猪的身上 接下来只要把这头被恶灵控制的小香猪汗腔里一扔就完活了 可这恶灵也不是好欺负的 他一看这神父是不打算给自己留活了 于是运足气编住气就开始使用超能力 很快就送神父去见了上帝了 这件事把韩国的教会搞得是焦头浪 几位领导一商量,便把经常搞封建迷信活动的神父面摊叔请到了教会 面摊叔说被恶灵附身的是一名叫小甜甜的女高中生 这个恶灵不仅阴险狡诈,而且脾气也不是太好,非常难搞 上次我刚一到医院,他就带着小甜甜仨子跑 为了尽快把这件事摆平 教会最终同意了面摊叔对小甜甜经驱魔 这驱魔可是个大祸 面摊叔自己干不干不了 于是他来到神学院,打算物色一个属虎的副祭司给自己当助手 经过一层层的筛选,文武双全的大眼哥脱颖而出 被校长叫到办公室 校长说神父面摊叔和已经退休的老神父都是强为十字会的非正式会员 去年冬天他俩为一名高中女生小甜甜进行了驱魔 可那邪灵也不是善缠啊 一怒之下带着小甜甜的跳楼 目前的小甜甜处在脑死亡的状态 我们打算趁这个机会把这个邪灵给拿下 之前的一名副祭司由于胆太小被我们给吵了 你在咱学院是一贯的调皮老干,鬼神都不带你 所以我们决定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你 转过天,大眼哥来到了之前那位副祭司的家里聊一期 大眼哥说你为啥不干吗 副祭司说你就甭我那么多了 我也不会跟你说,是死是活你就阿明头佛了 出了门,大眼哥看见副祭司家的狗正冲他汪汪指教 这不禁让他想起了小时候的一段往事 原来在十几年前的以前 大眼哥跟妹妹在外边瞎溜达的时候 被一条疯狗给盯上,大眼哥当时就吓鸟 也不管妹妹的死活了,虚晃一招仨子了 妹妹的死成了他一生中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 自要是一想起这件事,心里就很不适滋味 大眼哥回到家,开始研究小天天和邪灵的资料 原来开头那位神父之所以领和会 就是小天天体内那个邪灵干 阴历7月15中元节的这一天 是驱魔的黄道基日 也是拯救小天天的危机 神学院的校长主动开车把大眼哥送到地链口 校长说这次派你去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帮助面谈书驱魔 而是让你把驱魔的整个过程给我偷拍下来 事成之后必有重伤 校长之所以这么看 是因为教会之前呢收到过一段驱魔时的录音 在那段录音中 小天天亲口说面谈书在给他驱魔的时候委屈了他 可教会不知道的是 这段话其实是邪灵为了陷害面谈书借小天天的嘴说出来 随后大眼哥带着法器和小江珠去找面谈书 此时的面谈书正在他妹妹的餐馆喝酒 面谈书说这邪灵既奸诈又心狠熟了 就问你怕我怕 大眼哥说什么鬼没传说 什么吃妹王两腰魔 遇见我一个也不想活 在面谈书和大眼哥去之前 还有一拨人在给小天天去磨 这帮人张牙舞爪连猛在跳 折腾的是甭提多伤的 可倒了屁又没有 面谈书在来之前接到过教会的一个电话 教会认为此时的邪灵已经被昏迷的小天天给困住 让面谈书把小天天干的 这样邪灵自然也就叫了饭票 可面谈书自打黄海一战 已经彻底的契恶从山 让他把小天天给杀了 他无论如何也下不了手 前面那拨人走了之后 面谈书和大眼哥开始做驱魔前的准备工作 面谈书说这邪灵一直想钻进一个男性的身体 但一直没能入院 你长这么帅可得小心点 趁面谈书正忙活的时候 大眼哥按照校长的吩咐 偷偷打开了摄像机 一切准备就绪 在大眼哥的配合下 面谈书开始给小天天驱魔 他首先拿出一照妖镜 在小天天点前晃了晃 可能邪灵根本就不上当 接着面谈书又把一十字架 放在了小天天的胸口 并且口中是念念有词 什么天灵灵地灵灵 七天大声快显灵 邪灵一看 意识到这孙子是不打算给自己留活路 这爆皮水当时就压不住 面谈书说 你呀来这到底有什么目的 邪灵说甭多管些事 再跟我臭来劲 我把你们俩七里咔嚓全里杀 面谈书说 谁是你们的老蛋 邪灵说你们都是猴子 什么七天大声 谁来也没用 面谈书一看这情况 意识到不放大招是不行了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役 不仅要斗智斗勇害的聘体力 邪灵虽然神通广大 可这宿主不行了 很多绝招都用不上 不过这哥们的确是轨迹多端 眼珠一转激上心来 马上用超能力迷惑了大耳哥的意识 幸亏面谈书法力高强 不然就被大耳哥掐死了 邪灵说老弟 四年后你一定会死在监狱 你侄子下个月叫我出生了 我会亲手挖出他的眼睛 邪灵说完 突然一个老汉碎砖 就把面谈书给字幕圈了 邪灵说你赶快给我滚蛋 不然马上让你领喝饭 要说这邪灵也够坏 是哪壶不开踢哪壶 为了刺激大耳哥 还把大耳哥小时候的旧账给翻出来 大耳哥一听当时就受不了了 撒子就跑了 驱魔失败了 两人都非常沮丧 面谈书说你妹妹的死 其实跟你没什么关系 以你当时的实力 根本就不是那条狗的对手 得亏是你跑得坏 不然肯定不会像现在这么帅 听了面谈书的话 大耳哥如醍醐灌顶 当时就清醒了 随后这二位再次来到了小甜甜的房间 决定背水一战 驱魔有一个很关键的环节 自要是恶魔说出自己的名字 那么驱魔师竟能把恶魔给撵走 在面谈书和大耳哥的威逼利诱之下 这邪灵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并且马上不情愿地 附在了小香猪的身上 没有了邪灵的之声 这小甜甜的气氛 马上就杀了清 大耳哥抱着小香猪刚想离开 警察们突然杀到 紧接着是一场追逐戏 大耳哥突破重重障岸 一路狂门到了汉江大桥 邪灵在大耳哥的怀里是拼命挣扎 并且使用了遗魂大法 想把大耳哥给忽悠杀 按照老规矩 如果大耳哥不能在限定时间内 把邪灵扔到吹 那么邪灵就会附在最后一位驱魔者的身上 影片的最后 大耳哥抱着小香猪跳进了汉江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汤湿压惊吧 如果出门去遛狗 绳子千万别擦手 随时清理排泄物 建设文明大步走